大家好,我是Trici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阿積士與羅馬上演強強對話 星期五凌晨 歐霸杯半準決賽首回合全面開打 其中阿積士將主場迎戰羅馬 雖然阿積士近況強勢 但他們近年來在歐戰表現未令人感到滿意 而羅馬今屆歐霸杯亦非常強勢 尤其是進入淘汰賽後更出色 按照看,雙方今場應該會打得很精彩 阿積士目前在河甲清皇清白 他們在小賽一輪聯賽的情況下 以11分優勢領跑積分榜 球隊奪冠前景一片光明 不僅如此,阿積士目前在各項賽事 仍是七連勝 其中包括上輪聯賽 憑著兩位攻擊手 杜辛泰迪以及賀拿各見一攻 最終以2比1擊敗凱倫為因 可以見到球隊是可以全力備戰 金將歐霸杯淘汰賽 但要指出的是 自從阿積士1819賽季掀起青春風暴 闖入歐冠四強之後 當年的陣容現在已經沒有了 而在上屆歐冠方面 他們只能排名分組賽第三 因而轉戰歐霸 而在32強淘汰賽中 也慘遭淘汰出局 看到阿積士近年來在歐戰的表現 令人大失所望 更加不利的是 上輪聯賽入球功臣賀拿 金將歐霸杯淘汰賽 就沒有資格上陣了 這位主要得分手的決陣 勢必會影響球隊的進攻質量 今次面對實力不容體小的羅馬 阿積士都是以歷布主場不失為首要任務 在陣容方面 門將A.奧娜娜遭遇禁賽 後衛帶利比連特律也是恩相憂戰 雖然羅馬近期戰績微如理想 他們四將各項 賽事只錄得一勝兩合一負的戰績 但需要指足的是 羅馬的表現欠佳 都是在聯賽方面 但他們去到歐霸賽場 一直都打得很順 他們不單在分組賽 以小組第一名身份晉級 而且進入淘汰賽 也越戰越勇 球隊分別雙殺 布拉加 以及薩克達 強勢晉級 更可喜的是 這四場淘汰賽中 羅馬多點開花令人防不勝防 其中攻擊手馬約拉爾尤其搶眼 總共入了四球 這位西班牙前鋒 金掌值得期待 另外 羅馬目前以八次零封 位列二甲零封榜首位 看到球隊的防守有一定的保證 值得一提的是 羅馬上次與亞即士交鋒 以一比一打成平手 今次再戰 羅馬不一定是輸 陣容方面 中場卡斯杜寶遭禁賽 後衛基斯史摩寧 和中場米希達恩 都恩相優戰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欺負